他是当代网谈最杰出的职业运动员之一,曾多次排名世界第一,职业生涯迄今为止已经拿得到29个单打冠军。 此外他还是丹麦历史上第一位网球大满冠冠军,他就是卡洛林沃兹尼亚奇,沃兹尼亚奇不仅网球打得好,而且长相十分出色,是网谈有名的美女之一。 然而这样一位网谈女神居然曾经遭遇未婚夫毁婚,这样尴尬的是,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大千事件,无奇不有,毁婚的这个男人叫麦克罗伊, 是北爱尔兰高尔夫球手,他出生于1989年,底沃兹尼亚奇大一岁,在毁婚之前他夺得过四座大满冠奖杯。 2014年新年夜的时候,他们一起宣布了订婚的消息,当时这对体谈金铜玉女之间的组合,还被很多媒体约为天作之和,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,在他们宣布订婚不到半年,麦克罗伊就突然宣布, 和沃兹尼亚奇解除婚约,至于和解除婚约,麦克罗伊表示责任完全在他这边,是他在准备寄出婚礼邀请时,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不得不说这确实让沃兹尼亚奇挺尴尬的, 要知道两人都已经认识两年,并且订婚半年了,结果到了要准备婚礼时,未婚夫却来了这么一出。 不过俗话说,在文师马胭之飞服,和麦克罗伊解除婚约一年半后, 沃兹尼亚奇开始和NBA高富帅大卫里传出婚纹,2016年SB颁奖礼后,两人正式对外公布恋情,此后,两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。 到了去年11月半的时候,大卫里向沃兹尼亚奇求婚成功,随后两人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这一消息,并互趁对方为自己的灵魂伴侣, 沃兹尼亚奇在感情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后,在事业上很快又取得了突破,在今年1月半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, 他战胜我头号种子哈勒普多的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,如今距离大卫里求婚成功已经大半年过去了, 近日有美国媒体爆料,两人将在不久正式举行婚礼,最后让我们一起祝福沃兹尼亚奇这位网谈一姐吧,希望他和大卫里能有一个美满的婚宴。